后来我一看原来是那个鲍鱼一上来 那个有两个上市公司 那种都是那种勤俭持家 一块抹布用五年的那种 然后一来还没吃 鱼就先放了 你知道那个 我说的那个老板 就整个脸都拉下 因为他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美食 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 所以我其实在这里 给各位观众一个建议就是 你不管去很昂贵的餐厅 或是去很便宜的餐厅 你基本上要把别人的食物 师傅做出来 它是一个艺术品 先去品尝一下下 先欣賞一下 然后不要去一开始用家中家西这样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不過赵总我要请教你 今天我们在开会说要谈什么题目 说我们谈到这个 我们其实同仁在聊说 真的不晓得说 这一团意大利慢食团来台湾 这个慢食文化呢 是会改变台湾 还是台湾会去改变这一团慢食团 我的意思是说 好 大家有时候吃东西 像唱歌的 就是到底台湾 那真的能走向慢食文化这一块 我们如果做旅行社的角度来看 这团团费其实还好啦 因为这个我们大家四家都可以吃 应该没落桌啦 这都没落桌 这都没落桌 就可以拍四了 没啦 没想到 没啦 你要去乎书吃就可以了 基本上大家都有吃到 如果说这是美食 因为对意大利人来讲 这真的是美食 最主要是 我是觉得生活形态跟态度 我们去意大利 我们去法国 吃两点钟三点钟 其实我们没有去享受 第一个是我们不习惯 去把那个东西慢慢吃 第二个是我们不习惯 不去享受那个平民 不习惯 没有讲那个故事 所以那整个 其实才那个两三小时 觉得很难度过 其实也一样 我们这个茶叶 如果这样讲 我们这个黄瓜 这样说 去下去就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关键 其实是一个生活形态 是一个品尝那个 可是我要推对台湾 讲一句话 就是说台湾的美食真有创意 没错 全世界的美食在台湾 发扬光大 你的牛肉面 你去四川吃牛肉面 看好好吃 台湾的牛肉面 赞 等一下 我插一下 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时候 在帮助外交部的时候 我们说 到底要行销台湾 What is the first one 就是台湾最好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主张 first one is friendly people 你看我们照顾就知道 这么友善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美食 好山好水 不好意思 我这样说不要怕我 好山还是 绝对不是在前三名之内 美食实在是 台湾的美食 真的是太良不错 那个全球队 台湾的创意很棒 味道 或什么吃螃蟹 吃螃蟹 就实际总数吧 我们先先读一下 我们来看看 那说整本 到底什么叫做最有创意 最具代表特色的台湾美食 到底是什么 来看看 赵总认为是属林雅七亚 这可能一档 整个小口就能打死 这个士林夜市 你认为是最具特色 第二个是鼎泰风 这个大概大家都很知道 中山北路的新夜 大概很多老台北人也都清楚了 这个日据时代就很有名 徐仲认为说 蚵仔米酸 等一下要好好问一下 是什么蚵仔米酸 我现在去处了45块左右 也是那会有35块 还是有得好吃的 陈文明呢 这个Wendy姐 认为是鼎泰风 跟夜市小吃 我还有一样 还有异国美食 异国美食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的美食到我们台湾来 都会被提升 就是说台湾的意大利美食 台湾的日本美食 台湾的台湾的不一样 如果你去美国吃 哈根达斯的冰淇淋 跟在台湾吃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冰淇淋是美国来 可是我们台湾在哈根达斯 他有多大高兴 那个整个氛围 那个感觉 哇塞 你知道那个美国 我们以前是拿一桶 然后在家里当作那个沙发 potato 因为我们一球手很贵 其实都会upgrade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异国美食绝对是非常重要 日本菜意大利菜 阿奥奇认为是福州干面 阿奥奇真的是一个很怪的人 你最喜欢吃福州干面 最喜欢吃葱抓饼 还有现打果汁 现打果汁 你还特别著名说是要苦瓜加 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东西是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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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吃的时候很感动 什么都没有里面都没有东西 越简单越困难 很好吃 有的店真的煮好刚好 那个煮面很好吃 其实这个点到一个东西 关键在酱料 酱料 面其实有很多种面条 可是酱料你可以有十几种白种 那那个其实台湾都所谓的 卤传秘方 卤肉汁也好啦 或是这个酱料也好 那个酱料是关键 像我们台湾不是有 那个两千块牛肉面吗 你如果有机会去 跟那个达人谈的时候 他那个牛肉面 他的那个汤 他有一次曾经煮过一碗汤 他说Wendy我煮这碗汤 我打给你保证 你这四人不要吃过 范可卿跟我说 你现在在跟 范可卿跟他说 你现在在跟Wendy吃 你敢吃而已 他说我给你保证 这样然后他花了约末一个礼拜去熬那碗汤 那出来是金色的 金色的 所以我我我其实是非常欣赏这样 就是说他真的是把这个东西当作艺术家 然后你也没有想到 今晚五月六十几块 可以变成两千块这样 那这个我其实是给他拍手的 没错没错 那阿欧品你跟徐仲刚好是颠倒 你最讨厌鹅阿尖 可是他最喜欢鹅阿尖 为什么你最讨厌鹅阿尖 鹅阿尖是台湾很有特色的东西 可是我完全有一点像比涕 还有那个药林的那个粉红色的酱油 我那个真的讨厌 你大概无法接受 甜的或是咸的辣的 我觉得这个很personal 这很个人的感觉 阿许仲你为什么特别要介绍鹅阿尖 你这回有没有带人去吃鹅阿尖 没有 有什么 其实我看的不是 就像我们这次学校 应该这样说 卡拉普琴你说过 慢食组织绝对不是美食家的聚会 我们是属于 饮食文化工作者的聚会 所以我在思考鹅阿米苏 我认为我现在想要研究它 因为第一点鹅阿 台湾有很好鹅阿 鹅阿要关系的就是环保 因为你这个出海 每一个地方出海口 这个你要去看它这个沿岸 就是它的上游 它的环境破坏程度 它绝对会影响到下游 所以在台湾来讲 应该每一个出海口 它的鹅阿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跟澎湖 这不要讲品种 就同一个品种也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借由这个 来关怀这个环境 台湾你去了解说 台湾的河川是不是病了 第二个就米苏来讲 台湾现在大概 我自己的搜寻 目前大概有9家米苏 还是手工在做的 那我们不要管它做的原料 是怎么 不要管 就手工在做这个产业 其实慢慢在消失之中 那这一块我们要怎么去保护它 那这个从来 比如说燕朝那边 和那个彰化 鹿港那边的 它的放的咸度 它的Q度 其实都不一样 那从这两个来讲 那就很有意思了 我觉得你就可以让老外来了解 介入食物 你每一个地方的蚵阿蜜沙 来了解 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接下来蚵阿蜜沙 蒜头有醋 这都可以讲 像蒜头 我觉得很多时候 蒜农都出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没有精致化 台湾的蒜头 上次我办一个蒜头品尝会 至少有13个品种 那13个品种 每一种的辛度 辣度 什么都不一样 那问题你在菜市场买 你就说我要一袋蒜头 那你没有给它一个名字嘛 你不是三星蒜 你独磅蒜 你还是那个其他的东西 那你去看法国是怎么行销蒜头 它Evan的Galic 那你说山东他人 怎么行销 它是整个世界为舞台 所以我这次带来是 每一个东西安排 有我的理由 每一个东西 其实都可以跟意大利做连结 第一点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说要学日本或是意大利 把食物当成是一个艺术品来看 背后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公平的贸易关系 对 你看那混淆 那八蒜头多可能 你知道吗 那一天八到晚 那蒸头的蒸头都没要 一天要多少 两百块 八到老百姓 多可能 我们是吃到老百姓 它是八到老百姓 就是说你如果说觉得蒜头 真的是可以有创造出一定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应该赋予它一定的价值 而不是过度的剥削 可是我觉得 有一次我在农委会谈 就是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有一次在一个超市 非常昂贵的超市 旁边有两个哈密瓜 有一个哈密瓜是放进去 然后两粒一盒这样 五千块 旁边还有 我们台湾的哈密瓜 一点两百块 那你真的问我说 它的甜度跟那个 当然这个甜度是比较严选的 which我同意 但是其实最大的差别 也是后面的故事 所以呢 比方说我觉得像徐仲刚 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point 是说很好的点 就是说 人们为什么会仔细去品尝那个食物 是因为那个食物后面 有很棒的故事 如果他是很棒的故事 人们就会有心情去体藏 或者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你去带他们去看那个酱 或者是 所以他后面可能有个阿嬷的故事 阿公的故事 那家族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是真正感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如果真的要推展这个美食 其实要把很多的story 放到里面 那然后在这个时候 也可以经由 让这个外国人 在经验上 可以 比方说我们在讲 我们的高粱酒的时候 我们曾经附到金门酒场的时候 我们的高粱酒 我其实是把它当做 美国的这个wine 来做 或者是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Vacca 叫做Absolute Vacca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然后你把这个高粱酒的这个故事 你把它分类 你把它什么 所以这个高粱酒就变成是一个 很有艺术的东西 不是说我送你一道 你给他煮菜 有没有 其实你看美国 我们在学酒 我们在法国学酒的时候 你看不管是三大酒庄 五大酒庄 你说我跟你说 我大概可以跟你保证 如果你不是酒很内行 我给你们喝 其实都差不多